天坦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去天坦 天坦就是 因為王帝叫天子 天坦就是天子祭拜天的地方 那這棵樹叫做九龍樹 據說是田龍 因為摸了這棵樹 摸病在床三年的母親就起來了 所以過後大家來這邊都要講摸這棵樹 這設計是以酒為杯子 這是九十八三十六 以此類推 到最後是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 天坦標誌性的建築 就是這個奇年店 就是每次都會看到它 它的屋頂是藍色的 代表很靠近天的意思 可是今天因為雾霾有點嚴重 所以看不到藍天 只看到藍色的屋頂 所以它是一個大型的木質建築 然後有四根柱子 很代表春夏秋冬 然後還有十二根柱子 就代表十二個月 然後十二個時辰 加起來就是二十四節氣的 那北京除了天坦呢 還有地坦跟熱坦跟月坦 所以像天安門也是有地安門 來到北京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地坦 因為我們來到了地坦 地坦就沒有天坦那麼有 遊客也少很多 然後呢票價也便宜很多 然後進來只要兩塊錢 然後裡面景點呢是要五塊錢 所以我們去地坦看一看 地坦呢就是冬至皇帝祭天的地方 那地坦呢就是夏至來祭拜的地方 然後看一下 這邊其實什麼都沒有 但是可以來感受一下 那在地坦旁邊呢就有一個永和宮 那在地坦旁邊呢就有一個永和宮 可是呢沒有人體坦 實在太多人了 太快 太快 我們等一下再來 我們進來永和宮 那永和宮呢就是以前四爺 永政還有乾隆都住在這裡過 所以這邊也是他們之前住的家 就是當皇帝之前住的家 然後呢最後就改成了一個寺廟 然後香虹非常的鼎盛 那从永和宫走五分钟呢 就走到这个孔庙和国子县 两个景点是连在一起的 左边是孔庙 然后右边是国子县 孔庙呢 就是以前皇帝来祭拜孔子的地方 这个国子县呢 就是以前的大学徒 就是从这边毕业出去呢 一定会当官的 然后皇帝呢 也会特地来这边讲 里面呢 也叫龙椅 就是皇帝来讲课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按照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